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他的方式我想就是委托给有兴趣的民间的业者 他们来修缮 他们来再利用 对于都市的民众的生活 我个人觉得老房子运动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我觉得建筑其实本来就是一门人的学问 建筑其实毕竟还是一个硬体 里面其实是人在住 那涉及到使用的部分 其实就会牵涉到人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就会涉及不同的使用者 或再利用者或经营管理者 他在利用老房子的时候 因为每个人的出发点其实不一样 那我觉得再利用的方式 或再利用的多元性 其实反而变成是老房子运动在推的过程当中 他会有很多很多新的活力进来 不同的房子不同的使用者 那你就会看到老房子 其实感觉好像清新向荣 旧瓶要装新酒 让它有新的功能 但是问题是它旧的那个意义啊 用什么方法把它彰显出来 比如说建筑的外观不要改变得太大 像这种都是对历史的尊重 老房子我觉得真的是扮演一个 很好的认识的角色 它让单纯的博物馆 跟不可动的东西中间 有一个过度的空间 然后我们可以体验 我们可以去生活 我们可以去感受 以前都是只能上学下放学的时候经过 然后看着这个很漂亮的建筑物 根本不可能会进来 有机会进来 所以那时候真的拿到这个房子的钥匙 打开走进来那个刹那 真的觉得人生没有什么不可能 进行这些房舍的修复的时候 或者是那个老旧建筑的修复的时候 很重要其实我们希望帮这个城市留下一些脉络 这个脉络是来自于原来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 它当时的情境 这些历史性建物 其实过去来说对于现在的人 可能它就是有点距离感 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再重新做这件事情之后 能不能带来一些更不一样的内容 让它表现是很活泼的 然后是很多元的 那民众进来 其实它可以慢慢地去感受 我觉得对整个都市来讲 有一些这样子的地方存在 在今天的那个虽然都市发展 大家会希望很多现代建筑来讲 我觉得它也是有意义的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它也是一个历史的主持 就是可以让大家知道 过去发展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这个对都市来讲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有人来用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不同的人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我觉得这是老房子最好的地方 是一件很好的事 如果我们能忍照 为我们来讲 好多新一样 的安法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看着 这件事情 就是一件很好的事